哈囉同學歡迎收看未來教育凱顏數學 來 15 題啊 你知道數線你們應該都知道怎麼畫了 因為已經練習到這邊了 那每一個單位呢 目前每講當然都叫做1 可是一個單位的代表長度有時候會不一樣 我們來看15題 數線上一個單位長代表4公分 好已經有跟你講遊戲規則了 一格就是4公分對不對 那-10跟原點相距幾公分 嗯那不就很簡單 這個叫0 好啊-10在這邊 一單位4公分嘛 所以10單位會叫做40公分 第一題OK 第二個如果V點跟原點相距100公分 好所以第二個 你知道一單位是4公分 那100公分是幾個單位 對 除回去而已啊 好所以100除以4 等於25 所以V點所代表的數多少 V點所代表的數是正的25 不對 我在說什麼 V點跟原點相距100公分 那V點所代表的數有沒有講它是正或負 沒有喔 所以你自己小心 V有可能叫做正的25 或者也有可能叫做什麼 負的25 OK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會回答正負25 所以我們就會同稱回答V點 坐標是正負25 好再來第三個 C點是3 珠點是12 那C珠的線段多少 C珠的線段多少 好 C珠線段等於你知道嗎 距離怎麼算 大減小 所以我就用12扣掉3 等於9 可是這裡的C珠線段呢 好我們把它當成 它其實問的是公分 OK嗎 C珠線段等於多少 9個單位 一個單位幾公分 4公分 所以49 36公分 好 所以三個題目答案是這樣